好那么刚才我们把这个感知机给讲一下 对吧 那么这种比较复杂问题呢 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多个感知机去解决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神经网络 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 看一下神经网络的定义 那么在机器学习等等 各种领域呢 人工神经网络 就这样的一个英文 缩写成ANN 其实ANN就指代了什么呢 NN就是神经网络的意思 只是加了一个人工 因为这个神经网络并不是真正的 这个大脑里面的神经 对吧 而是自己我们人去发明了这样的一个网络 那么这种神经网络呢 是一种等等等等 模仿什么生物神经网络等功能的计算模型 用缓处进行估计或近似 那这是定义对吧 那么神经网络的种内呢 其实有很多种 从它慢慢的一个发展 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神经网络 那么在这里面神经网络呢 我们分为基础进阶 以及深度的神经网络 那么每一种神经网络啊 其实它都有自己的作用 对吧 后来慢慢的 大部分问题呢 我们就用深度神经网络去解决了 那么简单先看一下 基础的神经网络 然后我们有张测的一个感知器 现象的神经网络等等等等 进阶的神经网络 什么受限波 自慢机啊 等等这一大堆对吧 还有重点我们是关注什么呢 深度神经网络 那么深度神经网络里面就有很多种 深度知性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 对吧 这我们要讲的 循环神经网络 LSTM 这也是我们要讲的啊 这一些神经网络 它共同的 或者说它在不同的领域 它的作用是什么 那这就是神经网络的种类 也就是说神经网络整个发展过程当中 对吧 它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各种的 这样的结构诞生 那么介绍神经网络呢 我们不得不提的一个人 叫什么呢 杰弗里 这个艾弗里斯特 星顿对吧 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这个星顿呢 可以说 他是神经网络之父 也可以这样去说 对吧 那么我们写进来看一下 他简介 他是这样的一个计算机学家 对吧 心理学家等等等等 他也是一个反向传播算法的 发明之一 也是深度学习的积极推动者 那么星顿他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说他在这个神经网络里面的一个贡献是什么样的呢 也就是说在当初你应该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神经网络啊有一些结构已经出现了 但是呢 由于这个神经网络啊 这个东西啊 不被大家所接受 不管是学术的还是其他的这个方面 对吧 这个神经网络呢 不被这个大多人所接受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这个神经网络啊 他的这个解释性 解释性 以及这个过程 就是说 或者说你如果进行出现识别 对吧 他的这个分类啊 等等 过程 无法解释 至今也就是说到现在 这个神经网络从输入到输出 那中间这一部分干了什么 对吧 他有一些特定结构 那干了什么 这个东西是没法解释的 所以大多数人认为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没有用 对吧 只有 应该是可以说 只有心盾一个人啊 只有他一个人去坚持了 就是那心盾对吧 心盾一个人去坚持了 当然肯定不只他一个 他呢 带了很多学生 对吧 带了很多学生去一起去做研究的 只有他一个人呢 坚持到了现在 现在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神经网络呢 在各个方面 其实都可以 可以说是各个方面开化 对吧 各个方面都可以去进行处理 那么当时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过的那个SVM 对吧 类似于SVM的这种算法 很多人都是追踪这种算法的 那这其实也可以分为两种流派了 对吧 一种是那种流派 一种是这种神经网络的流派 那么后来呢 发现以前的这种神经网络 其实在解决更多的问题啊 不是很好 比如说这个最近兴起的这种自然源处理 对吧 自然处理其实包含很多方面啊 记住啊 包含很多方面的 图像识别 那还有什么的什么的这个 比如说情感分析啊 机器翻译啊 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方面啊 包括很多的推荐系统 他呢都可以用神经网络去做啊 就是说他各个方面都可以去做 那么这样的话 对吧 这个各个方面都能做 或者说以前的算法呢做不好 那后来就迫切的需要一种 比较好的算法 那么这时候神经网络 他的优势就出来了 对吧 也就是说以前呢 其实并不是说他的效果不好 而是没有人去坚持的 或者说没有人去支持的 好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发展过程 这人认识这样的一个 星顿这个人 对吧 那么在神经网络领域呢 其实有一些 就有很多贡献的人啊 不只是星顿一个 那么其中大部分呢 都是星顿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 那么现在呢 哎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人 对吧 那么这几个人 有没有一个熟悉的 这右边对吧 这个叫吴文达对吧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啊 这个这个人呢 就是星顿对吧 这人星顿 那么跟着他的呢 其实有很多的学生 那其中呢 有一个就是要做这个 那样 中文名叫什么 杨乐尚昆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下午所说的 这个卷积网络的发明人之一 就是他发明卷积网络 当然是在他师傅的帮助之下 对吧 肯定是在他师傅的帮助之下 那么这个 是这个那个人 然后呢 这个啊 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叫班族 那么这个班族呢 就是很多书啊 有一本书 叫这个深度学习 这一本书 那么就是他写的 就深度学习四个字 这本书呢 就是他写的 然后呢 这个班族啊 并不是跟着 他是他的一个学生啊 他不是啊 这个人是跟着 另外一个人啊 那另外一个人 我先不提了 那这个是班族 那么 这个文达呢 其实就是跟着班族一起的 那跟着班族 像是或者说 可以算是兄弟吧 算是兄弟 那么文达 当然文达呢 现在不去做一些 这个学术方面的研究了 他现在是出去自己创业 做各种的公司的 这个产业 对吧 或者说去做教育啊 各种方面 那其他的这三个呢 都是在一些大学里面去教书啊 还有包括了自己的研究 这是这三个人 好 那么这是 这个神经网络里面 这几个人 对吧 也就是说啊 其实神经网络呢 这个涉及的人非常少 也就是说 这些算法的发明者啊 或者这整个算法的体系呢 就这几群人 就这四五个五六个人去建立的 没有其他人了 好 那么这是这几个人啊 这几个人要知道他们之间啊 他有的一些人呢 要知道他人民对吧 好 那么这是神经网络的一个发展历史里面 我们不得不提的这几个人 对吧 简单过一下就是了 那我们接着来看 什么是神经网络呢 对吧 那我们刚才讲了这里面 当然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吧 数据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哎 你一个感知机解决不了的时候 我可以多增加多个感知机去解决吧 哎 这也就是神经网络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雏形 那么我们把这种多个感知机 我们把感知机不称之为感知机的 称之为神经元 那也说其实跟我们的感知机是一样的吧 对吧 哎 我们只是把这个感知机的名字改了一下 对吧 改了一个高大上的一个神经元的名字 哎 这样一个名字 那么多个神经元组成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就是神经网络 那这个能不能称之为神经网络 可以 还是说这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神经网络 对于简单的问题 它更能够处理 那也说这种多个神经元 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神经网络 对吧 那这里面呢 应该是从这里 哎 这里面涉及到的是多个 对吧 多个神经元 多个神经元 组成了什么 神经网络 没理解吧 那所以神经网络的定义啊 非常非常简单 它就是这样 那么首先来说 这个神经网络呢 其实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啊 并不是说我只能解决分裂啊 解决这种问题 它不同的结构 首先要确定啊 不同的结构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能理解吧 不同的结构 也说一种神经网络是一个统称 是一类算法的统称 不同的结构 解决不同的问题 不只是说什么分类啊等等 回归也能做 对吧 解决不同的问题 好 不同的结构 也能解决不同的问题 那么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对吧 好 那么什么是神经网络的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基本的结构 是什么样子的 来我们来看一张图 神经网络的特点 好 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啊 它的一些特点 然后再来解释 输入相当的维度 与输入神经源各处相同 那这里要提一点啊 输入就是你的输入 它这里不算一个 单独的一个神经源 也就是说神经源 是不是相当于你有权重吗 那但是你的输入啊 输入的地方 就是你的输入一些特征而已 好 每个连接都有全值 注意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里跟这个连接 这里跟这个连接 跟这个连接 这里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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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连接 有没有全值啊 有全值的 要注意了 然后这里到这里 也是有全值的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看 同一层神经源之间 注意同一层神经源 没有连接 哪个是同一层 这个中间 是不是同一层的 同一层之间 有没有连接啊 没有连接 是不是单独独立的吧 就相当于我们刚才 以两个感知区分类的时候 是不是两个感知区 之间没有关系吧 没有关系 它有输入层 引层 输出层组成 好 记住了 这是神经网络的 基本组成 输入 你的输入 你让输中间的一个 称之为引层 输出 我们称之为输出层 能理解吧 好 那么第n与第n减一层的 所有神经源连接 我们称之为全连接 也就是说 最后一层 与最后一层的前一层 哪个是最 假如说我们现在看 这个图图 是不是 这里是最后一层 与最后层的前一层 是不是 这个中间 这个地方 我们称之为什么 全连接层 要注意了 这个全连接层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管在任何的 神经网络当中 全连接层 基本上都是必须要的 能理解吧 先你就知道 这个全连接层的一个 作用就行了 好 那么这是神经网络的特点 那么接着来看一下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正对于这幅图 我们刚讲了 神经网络的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把刚才的结构 拿来看 把刚才的结构拿来看 现在我们对于什么东西 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输入层 是不是输入层 也就是说输入层 你可以有很多 对吧 这有输入层 你还可以有X3 X3 X4 X5 是不是就可以 你输入层 那么中间 这一群东西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隐层 能知道 这就能称之为隐层 相当于什么 他为什么把取了隐层的名字 也就是说这中间的 现在是一个模糊的东西 或者说你没法解释的东西 对吧 隐层 好 隐层 那么最后 我如果说 提个问题 你最后有多少个 多少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或神经元 你是不是就有多少个输出啊 没理解吧 你有多少神经元 最后一层是不是有多少输出啊 最后一层啊 这也是最后一层 好 也就是说你这个是输出 对吧 输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样的结构 神经元网络呢 其实并不说啊 这里是输入对吧 这里是输出 好 那我中间可以干嘛呢 我可以在这里增加一层 好 这一层层 然后直接 有多少个 神经元 有多少个输出 对吧 假如说你有 一二三四五六个神经元 是不是有六个输出啊 注意了 我中间是不是可以再增加很多层 可以 比如说中间你可以增加无数的 对吧 比如说这里 我增加一层 注意了 我这里再增加 比如说一百个神经元 我这里再增加二十个经元 好 从输入到这里连接群众 好 这第一层到第二层 又连接群众 然后第二层到第三层 又连接群众 一直到第三层 到一个输出 可不可以这样去做 可以 也就是神经网络 这个结构是不是很平滑 你可以各种各样的 加多少层 加多少层 当然我们后面可以说 并不说层出加的越多 你的效果越好 这是肯定有原因的 那也就说 这就是我们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最后一个 刚才说了 最后一个输出到前面的最后一层 我们称之为什么 神啊 全链接层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 全链接层 它是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中间它没有名字 也就是最后一层输入 输出到最后一层 那这个公式称之为什么 全链接层 能理解吧 也就是说或者可以实际上说吧 就是最后一个输出的 神经元输出的这张结构 能理解吧 就是输出结构 好 那这就是神经网络 对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 这是神经网络的结构 我们把中间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就称之为隐层 隐层 隐藏的东西 对吧 就相当于是一个黑盒子 输入进去了 黑盒子 然后给你一个输出 是不是这样一个结构啊 就这样的东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神经网络一些组成的 基本的组成啊 就跟他特点差不多 基本组成又什么呢 是不是有一些权重啊 神经元炎等等嘛 这些是不是他有一些组成部分啊 结构 然后还有什么 激活函数 哎 这个地方我们下午会转的激活函数 哎 激活函数也是神经网络当中必不可少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叫学习规则 等一下我们可以提到啊 学习规则指网络中的权重如何随时间推进啊 调整反向传播算法 也就是说星顿发明的这样一个反向传播算法 最主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学习规则去应用 好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已经对神经网络结构有个大致的认识了 对吧 输入隐藏输出 对吧 哎 主要就是一个隐藏结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啊 前面我们讲的那分类对吧 我们现在呢 主要今天主要是对什么呢 图片对吧 图片分类啊 对啊 图片分类 那么也就是说我分类的话 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分类算法了 比如说这什么普苏变斯 可以进你对吧 学特助随机森林 还有逻辑回归吧 那么说这个逻辑回归 在提到逻辑回归的时候 主要逻辑回归的时候 我们说他有建立一个新一个某的这样的东西 能够得出什么 属于某一个类别 只是某一个类别吧 属于某一个类别的 什么概率 概率吧 他应该是得出某一个类别 然后其上一个这个类别的概率大小 然后进行二分类问题吧 也就是说逻辑回归只能解决二分类问题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逻辑回归的时候 在后面我们提到一个什么 多分类问题怎么办 我们可以用决策数 随机森林这些事做 但是呢 做图像这一方面 它不是很好 稍微不好 这个我们就不解释 对吧 就是不好 那怎么办呢 那我要去进行输出 或者进行分类 同样 对于多分类问题 注意了 多分类问题 我又不能用什么决策数啊 随机森林啊 又不用普斯比斯 那我怎么解决多分类问题 是不是一个问题吧 那我这里面这些神经网络 它也没有说 你输出 或者根据什么东西进行输出 有没有说 没有说对吧 它只是输出输出输出 没有别的东西了 那你怎么办呢 转换成一个多分类问题 在这里 大多数只要是 除了图片分类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分类 神经网络分类 多分类 在神经网络来说啊 对于神经网络的多分类 它有单独的结构 神经网络的多分类 注意了 这是这种算法 神经网络的认识算法 它的多分类 跟逻辑回归 其实原理是一样 它怎么分类呢 也是预测 某一个样本 注意了 某一个样本进来了 对吧 某一个样本 它输入特征进来了 然后它是不是应该有很多的类别选择啊 是不是有很多类别选择啊 它要干嘛呢 它要得出这个样本 属于任何一个类别的概率 属于啦 这个地方是不是跟我们的逻辑回归非常相吧 得出属于任何啊 或者说属于全部吧 全部类别的每一个概率 每一个概率 好比方说我们现在对于图像是别的啊 来了这几张图片对吧 这几张类别的 比如说猫 再来 比如说狗 比如说你这里面的图片的主要啊 主要就是这个 比如说有人对啊 或者 呀 等等 我们就这里动物举例子啊 那你现在是不是有这么多的类别吧 好 现在一张图片 它说这张猫图片 它进来了 神经网络的输出并不是说告诉你啊 这张图片就是猫 不是这样 因为这种东西 你不能说我告诉你就是猫就是猫 因为你没有前面的什么概率啊 还有什么 这个什么信息论等等东西 对吧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输出的是什么 你这张图片属于猫的概率多少 属于狗的概率多少 属于人的概率多少 属于羊的概率多少 然后最终比较哪一个概率大 去哪一个类别 能理解吧 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苦素BS吧 当然 它这里面这些东西呢 没有苦素BS那种 去计算什么磁频啊 什么东西等等等等 那我们这里面也没办法去计算 对吧 你只能就一个东西输进去了 你输出概率 所以我们这里在之前逻辑回会讲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过了 一个什么工具啊 叫Softmax Softmax 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神经网络 它只能说是一个结构 它没有一个输出判定的一个东西 没理解吧 好 那要注意了啊 你是判定属于每一个类别的概率 那也意味着你输出应该是几个 你的输出应该就是你有多个类别 输出就多了一个 是不是啊 那也就是说有多少个类别 你的输出就是多少 对吧 这我们再写一下 有多少个类别 有多少类别输出就是多少个类别 有多少有多少类别输出就是多少个 好那我们首先确定一下这个对吧 好 那么接着我们继续往后 在这里给了这样一个东西啊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构 是不是有点是相当于是一个神经网络 对吧 神经的样子 对吧 哎 我这个中间呢 我的输入 假如说啊 这是输入啊 这个输入不要搞错了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神经元啊 它这里是不是就是一个个特征吗 这是X1特征 X2特征 X3特征啊 那理解啊 它因为画了圆圈 不要把它当成神经元 这里才是真正的隐藏的神经元 对吧 好 我可以中间经过一个 经过一个 我可以经过无数个 然后经过一个 最后干嘛 输出是不是 哎 你假如说有四个类别 输出四个吧 然后输出四个 每一个属于每一个类别的概率 是不是要得出一个概率值多少 比较一个概率的大小去做 那这就是神经网络 在解决多分类问题的时候 它也是用 类似于single mode 这种概率东西去解释 你理解吧 好 有了概率啊 你一定要想 有概率这种东西啊 你要跟single mode 回讲出来 single mode里面的损失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逻辑回归里面的损失是什么 对数自然损失吧 这个对数自然损失 但是我们说了可以用一个什么东西解释啊 信息山去解释吧 是不是你越大 是不是你的这个信息山越大 是不是你的这个不确定信息大吧 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有确定具体是哪个类别 如果你信息山越小 对吧 我们是不是相当于确定的某一个类别比较大了吧 哎 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解释吧 好 那么同理啊 再等一下我们也会说了 我是不是也是得出每一个类别的概率吧 好 那么现在来讲 这个输出到前面这一层 我们这一层称之为什么 全联间层 也说全联间层 相当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层 特殊在哪 它的输出类别必须 输出的个数必须是什么 全联间层 比如说最后这一层 这个隐层 它输出多少就决定了 你有类别多少个吧 你理解吧 也就是说全联间层是非常重要的 你有多少类别 我输出多少个值 然后等等等等 至于概率怎么计算 等一下我们会说的 好 那这就是我们先看一下 从一个输入到中间这么多隐层的 然后到输出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重点去讲 这个神经网络中间 这一大堆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 或者说它怎么进行去算的 对吧 我们首先呢介绍一下 在TensorFlow当中呢 提供了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神经网络 API模块 那么它在版本啊 连在更新的时候呢 提供了三个啊 三个主要的模块 那么这三个主要模块 很多功能是重复的啊 注意了 它很多功能处于复复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简单 TF.NN 这是最原始的 这样的一种神经网络的相关操作的过程 包括我们后面 深度神经网络里面有个人各样的操作 等等等等啊 TF.Layers主要提供的高层的神经网络 主要是对什么 TF.NN点进一部分装 然后TF.Contrip 它是最高层的一种 这个接口 比如说它能够提供很多的接口呢 进行一些这个提供 但是它目前处于一个测试阶段 没有去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 接口提供给你 或者说它里面的这个接口不稳定 有可能换的特别快 所以我们有一种原因 就是因为上面这些东西呢 还没有稳定 对吧 我们使用比较底层的这样的一个接口 第二点是什么呢 如果你作为一个新手啊 你开发非常简单 但是你对这个神经网络整个运行过程 或者整个代码的这个 整个从前往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搞不清楚 能理解吧 会成为一个什么 呈现一个懵懂的状态 对吧 你就像啊 最后来用了这样的一个接口 但是并不知道这个接口里面发生什么东西 对吧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稍微功能呢 就是说每个接口实现功能 比较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接口 我们去实现 也说我们可以自己通过这样的接口 主要主要是对于卷积神经网络 和这些深度神经网络来说的 我们这种什么简单的就不用了 这种呢我们能够自己体会到 整个卷积呀等等啊 这些神经网络的整个运行过程是什么样的 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我们选择这种最基础的东西 对吧 等你把这些东西都搞懂了 你再用这样也非常容易 对吧 就是一些这个函数呢 很容易比它要简单多了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是我们的这个API介绍 接下来我们就要重点讲一下 我们上午呢 就做一种简比较简单的 浅层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什么叫浅层呢 比如说我在这里就中间加一层 多个压 加一层 或者加两层 等等等等 好 那我们要讲的这几个概念 就是我们在神经网络 在做分类的时候 这几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一个是soft mass回归 注意了 它称之后的回归 其实主要是用来解决分类的 损失函数API 就相应的这些函数来解释 那其他方法一些API介绍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现在呢 假如说啊 我们现在以简单的这种数字 那么我们下午呢 要解决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吧 比如说我们拿这个猫来吧 拿这个猫来 啊狗啊 这个狗啊 算错了啊 拿这个狗来看啊 这个狗对吧 这个狗我们收集的是什么 是不是它每个像素点的一个特征啊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确定一下 你的输入是什么东西啊 像素点 好 那我就把这个像素点 因为一张图片像素点之间的 其实我们关系的没有那么密切 对吧 顺序也没有影响 所以比方说我们这里啊 一共有 还不拿这个几例子吧 我们就拿我们要做实验的这个数据来几例子 我们把后面的那个图拿过来 好 比如说这样一张图片 我们先做这么简单的来看啊 这张图片对吧 它是一个黑白图片 我们先不管了 对吧 那我们先只看到 它就是一个一张图片 然后呢 这张图片里面有什么 是一个手写的数字吧 然后我要对一张图片识别 那首先我们确定一下啊 现在我们的类别一共有多少 数字肯定只有十个啊 就是说0 1 2 3 5 6 7 8 9 一共有多少个类别啊 十个类别 说明一下 十个类别 那么我们这个图像呢 它是有大小的 这我可以直接先告诉你 它的大小呢 就是28 乘以28 那么我们最后结果有多少呢 7 8 784个特征 也就是说一张图片有多少特征 784个特征 好 如果你要用神经网络 对这样一张图进行识别的话 所以你的输入应该是什么 784个特征吧 是不是相当于784个数据输入进去 好 那我们现在来写一下 比如说 X1 X1 X2 X3 好 接下来 一直到X 再加一个吧 X 784 是不是一共这么多特征 要干嘛呀 如果前面一些算法 是不是也要统一输入某个算法里面 那我们神经网络是什么 输入到你的结构当中吧 对吧 好 比方说啊 我们现在定义任何的结构 我们现在呢 假如说这是第一层 隐层里面的第一层 我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神经元 好 我随便加几个 随便加几个 随便加几个 好 随便加几个之后 好 我再来加一层 我把这个呢 就称之为最后一层了 好 最后一层 那么最后一层 是什么特点 它是一个全连接层吧 全连接层 那它应该有多少个 因为我们最后一层 必须干嘛 需要有多少个输出吧 所以我们最后一层 应该有10个 123 456 对吧 我比如说加了10个 7 8 我们重合一点了 重合一点 9 然后呢 再来一个10 对吧 再来这里加个 这最后一层 有10个吧 哎 那么这就面临一个问题了 那我这中间 这些东西的个数啊 或者说这些东西 怎么去计算呢 哎 是不是遇到非常麻烦的问题吧 哎 我怎么知道 我中间这里 因为你个数可以很多很多 那么不同的个数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用操心 我们就自己就不用加了 我们先就考虑 最简单的这种 什么 直接从你的输入到一层 然后呢 我直接到输出 那中间说 哎 有东西就问了 这中间我想加怎么办 这个 我们图片识别领域呢 我们就不会说让你自己去加了 有一些特定的结构 让你去进行识别了 能理解吧 这些特定的结构 你是在我们下午要讲的卷积神经网络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会让你自己去乱加了 这效果是不好的 有一些特定的结构去进行图像识别 要用的 就是深度神经网络 能理解吧 好 那我们现在就考虑这种简单的 那也就是说你最终输出的 好 输出的这个值 在这里 然后呢 到这里 好 那我们这里最后呢 就拿一个这个 试一下啊 那最后的这个网络啊 我们只有一个 这样一个隐层 输入到隐层到输出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输出有几个数啊 输出一对吧 输出 输出啊 好 一直到输出 10 那也是说 每一个全天间层的每一个神经网络的这样一个神经元都会与我们的什么输入层相连接吧 那我们就相当于是784个特征与第一个神经元相连接 能理解吧 是不是这784个都与他相连 是不是与他相连啊 你想想我们前面的结构 这是这两个特征与他都与他相连 然后这两个特征都与他相连吗 那同理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784个都与第一个相连吧 哎 一样的都与他一样的都与他一样的都与第一个相连 一样的都与第一个相连 好 从这里到这里对吧 那么同理第二个神经元是不是也有784个与他相连 好我们就会换两条这事件就行了啊 换一条然后呢 再换一条 再换一条就行了 好 也就是说那现在对于我们这种最简单的就有一层的这样的一个神经网络 你的权重有多少个这里 这里有多少个权重 784个特征一共有连接几次啊 是不是10个神经元都在连接 所以最后你的神经元各数多啊 你的权重各数多 是不是7840个权重 哎这个权重是不是数量远比我们以前接触的这个权重数量大吧 因为现今回归就相当于是这样一个结构吧 没有这两个结构就一个结构吧 哎然后进行输出就折出一个值 预测它是一个回归问题吗 它是预测一个值就行了 那我们这种分裂问题神经网络分裂问题哎 他有输出10个值 好 那么我们特征也确定了是你的多少个哎 784个特征对吧 784个特征 那我们这里的样本数是不确定的吧 假如说我们每每每次给他多个样本啊 我们先不确定对吧 784个特征 这里是权重好 那么注意了 我们说了 你这里面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偏制吧 那对于现今回归来讲是不是建立一个结构就有一个偏制 那我们这里有两个有几个偏制啊 有两个几个偏制啊 是不是两个偏制啊 你看这个地方啊 X1乘以W1X2乘以W加上一个偏制是不是得出一个结果 然后X1乘以W1撇X2乘以W21撇加一个偏制 对不对得出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你有多少个神经元就有多少个偏制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还应该还有偏制吧 这有多少个偏制啊 10个偏制 对吧 10个偏制要考虑进去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继续来看 先不关注前面这部分了 假设说对吧 前面这中间这一部分我们都不看 因为有特定一些结构我们可以去用呢 那我们最后的输出是什么呀 你进行一个权重相加 相加相成相加的和 最后输出应该是一个什么值吧 是不是相当于是个现今回归的值吧 一个数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随时给的啊 120 比如说30 然后呢最后一个输出是50 好 每一个就是说最后输出有10个值 对吧 10个值 那么我们输出10个值 怎么跟这个类别的概率去联系在一起呢 你现在要干嘛呀 是不是判定这个图片输入进去了 作为特征输入进去了 它属于这10个类别的概率吧 是不是啊 那这个10个类别的概率该怎么做呢 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叫做Soft Max Soft Max 注意了啊 我们现在是不是输出已经有10个了吧 这里还不是最重输出 它需要经过一个Soft Max 最后输出 属于10个类别的概率 比方说我们先简单写一下 0.01 然后呢 0.02 好 然后呢 0.323 好 等 等 把它换成这个符号吧 一共几个概率值 10个吧 0.41 好 假如说是这个啊 假如是这个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先考虑这个东西过程怎么去做的 那就是因为Soft Max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作用 就相当于Single Mode那样函数一样 特别有作用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下Soft Max回备 那Soft Max回备它的公式是什么呢 E的I除以求和E的J 那这个是不是相当于是 每一个东西E的多少多少三加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E啊 这个有同学问啊 这个E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常数之前解除过吧 这个E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常数 2.71 这个值 那么2.71的I的多少次方 对吧 2.71的平方 2.71的三次方 是吧 然后下面是2.71的多少次方 对吧 好 那么它这个公式是什么 最后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给的输出是三个 说明我们三个是有三个类别吧 注意啊 是最后一个全链间层 我们就把这里 把这个地方看成是一个神经元 把这里呢 看成一个神经元 那是不是 X1 X2X3 三个 就是说这个样本有三个特征输入进去了 然后与我们某个神经元相成 与这三个权重相成 然后加个偏制 得出一个结果 然后再来个神经元 诶 预测三个权重 再来这个结果 再来一个神经元 再来得出 所以输出三个类别的结果吧 好 那注意了 那它怎么得出概率呢 就是用softmax这样的一个工具 比方说这个结果呢 是 比方说啊 这个输出的结果是 数字 130 这个结果是25 这个结果是40 假如说你现在通过这个神经网络得出三个值了 那怎么得出三个概率呢 好 它居然去计算 首先第一个概率怎么算 属于第一个类别的概率 它居然去算 第一个类别啊 注意的是 比如说我们用s干1去提代啊 s干1怎么计算 用e的130 除以什么 e的25 e的20 130 加上 e的25 加上 e的多少 40 我们把这里扣起来 能理解这个公式意义了吧 那这个值你不用去想对吧 你不用管它得出来 它就是一个具体的概率值 好 比方说 现在我们得出一 呃 外一的概率是多少呢 比如说0.2 0.3 说的跟写的不一样 对吧 好 那现在 我是不是要计算第二个概率啊 好 第二个概率是什么计算 是不是1的25 除以下面这个值啊 好 比方说它的值是 这里 0.2 就你它里面啊 然后呢 得出这个 然后第三个 是不是要 属于第三个类别概率吧 好 那我也得出到呢 比如说是0.5 好 那我们可以发现 它使得你每一个输出的值得出了每一个概率值吧 每个概率值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 这是第一个 它能计算概率值 好 计算 这就是Sovity Max这个公式的一个用处啊 计算概率值就相当于是什么 那个Sing Mode的函数一样的话 它也能计算概率 第二个 第二个 所属的所有类别 所有类别的概率值相加 都等于1 这就是他的一个颗点 由于相加都等于1 是不是你的解释性更强一下 看一下 你加你加你加你等于1 那我是不是就看到哪一个类别概率大 哪个概率大 你是不是就属于哪个类别啊 没理解什么意思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由于有了Sovity Max这样的一个工具 我们就能够计算概率值 那同理我们先把这个保存一下 同理我们这个地方的输出是不是10个类别啊 我们要判断这个数字属于哪个类别吧 那你进行输出10个值 然后经过Sovity Max 得出10个概率值 这加起来都等于1 那有同学就问了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是属于哪个类别 这属于哪个 这属于哪个类别 好 这个是跟你的目标值去进行比较的 那我们来看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 这个数据是不是一个1类别吧 好 那你一共有10个类别 好 那我这个样本啊 比如说样本 这个1 样本吧 这个样本呢 它属于哪个类别 属于1这个数字类别吧 那我肯定是有0123456789 对这10个类别 也是一个标记对吧 好 就是0代表数字0 1代表数字1 正好啊 如果说0 如果是比的其他的一些分类 0代表猫 1代表人 2代表狗啊 就这样去做类比 那也说一个样本 它属于一个1 那我要经过什么处理呢 这个1啊 一定要经过 1号的编码处理 1号的编码是什么样子的 哎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数的排列啊 比如说这样的排列 第一个类别是什么 0类别吧 这个样本属不属于 不属于 我们把它追 0了 第二个是1类别 我们把它追 1吧 第三个 第四个 是不是都是0了 最多个 12345678 90 好 也就是说一个样本啊 一个样本 它的真实值 就是我可以把它转换成 这一个弯号的编码了 是不是转换一个弯号的编码了 是我把它 哎 它属于这个类别 是不是把它注定1 注意了 是肯定是有个排列的意义的 0到9 那0到9分别代表什么 是不是有意义啊 有了吧 好 我们先不管了 那这个地方就是 哎 我这输入输出是一个概率值的 然后你的目标值是什么 目标值是每一个样本 它的输入是什么 它的真实值是什么 它的输出是什么吧 现在有了这些 是不是就简单了 是不是就简单了 好 那么接着我们继续往后看 那刚才复习一下对吧 复习一下我们的这个soft mass 是不是相对于是 哎 如果是只有一个全连接层的话 是不是就这样一加一加 然后经过soft mass 都说每个类别概率值啊 然后 哎 比如说你一张狗的图片输进去 经过我们的神经网络 输出是什么 你属于Dog 狗的概率是0.7 属于Kat的概率是多少 属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是不是相对于是 每一个类别的概率啊 哎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比较概率值的大小 得出什么 哪个类别概率大了 是吧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来确定一下啊 对于算法 我们都说了 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去看见的 你的算法 由于它类似我们的这种心情回归 都是这种心情回归算法的一种 寻找方式对吧 策略 还有什么 优化吧 那我们想线性回归对吧 哎 线性回归 线性回归 然后它的策略是什么 损失函数对吧 它是什么 损失函数 净方误差对吧 好 那优化什么 提出下降 我们就先指甲 提出下降 对吧 那我们的逻辑回归是不是也一样 只是我们接触过来 我已经总结了三遍了啊 一定要注意 重视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对于数 孳然随之吧 孳然随之 好 它也是提出下降 对吧 现在我们的神经网络也是这样的 神经网络我们的输入跟它是一样的 对吧 你有多少特战是不是输入进去啊 现在你是不是得通过一个soft max输出了吧 你的逻辑回归是一个single mode输出的吧 那我怎么衡量我跟这个 我这个是预测的列别结果吧 我跟这个结果到底是准确的还是不准确的 是不是应该也有衡量损失吧 你应该判定我这个算法输出是准确还是不准确 是不是也要判定 就跟逻辑回归一样 对于它是一种分类问题对吧 它是一种二分类问题 它用去判断 是不是一种 是不是 一种损失 这样那个对数自然损失去进行判定了 那我们神经网络 它应该也有一种损失行判定 那我们这种存在为呢 交叉三损失 其实啊 这个交叉三损失就是逻辑回归的一个推广 逻辑回归的这种对数自然损失的推广 只不过它的特点是什么 就一个类别吧 我们现在有多个类别吧 好 那么它的优惑呢 我们等一下再说 好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神经网络也说 好 我现在输一张图片了 经过你的神经网络 你的输出是每一个类别的概率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类别的概率 跟我的目标值 注意下 是不是目标值吧 那也就是说 每一个样本 你都要转换成这样的目标值 才能去做 能理解吧 所以弯号的编码 是说我们的类别 是不是必须得经过弯号的编码进行操作 必须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必须放这弯号表 这就是我们的损失函数 那我们来讲一下交叉酸损失 神经网络里面的交叉酸损失 公式 看到这个公式熟不熟悉 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是信息商 能理解吧 只不过你并不是全部的 对吧 Y1撇乘以logY 你看Y1撇为真实结果 Yi logY Yi为什么 SolverMax之后结果 那Y是什么 是不是概率值 那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我们在经济信息上的时候 是对于某一个值 对吧 某一个类别 就是一个数据 一个数据 然后0.01乘以log0.01 0.02乘以log0.02 最后这个值 反映大小了 那这个是不是信息商的大小 反映了你这个信息量 你的这个确定性嘛 对吧 好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它就是 比如我们来计算一下 是不是就像你 对一个样本 对一个样本 它就有一个交叉酸损失 一个样本 就有一个交叉 交叉酸损失 那什么意思呢 现在你好了 已经有预测结果了 和目标值结果了 这是你的真实结果 这是你的预测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计算 负的 Y是什么 真实结果 第一个 0乘以log 0.01吧 这样吧 0乘以log 0.01 它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你啊 然后1乘以log 然后1乘以log 好 1乘以log 0.0 哎 那可以发现 后面都是0嘛 其实你就不用去 7三了 那最后也就是说 得出这个样本 损失 是不是这个值 大小啊 是不是这个值 那么我们的 这里不称之为 信息商 称之为交叉商 是什么呢 交叉商 它是一种 衡量这两者 差异的 大小的一种 衡量方式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两个东西 一模一样 它呢 分裂的预测 预测的概率是这个 然后这里预测 概率是这个 其他的 其他的都是为0 那最后这个结果多少 是不是1乘以log log多少 1吧 1乘以log1 那么这个结果多少 全都为0了 也就是说啊 你预测结果 与这个完全一样的话 也就是说 0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与这个东西 进行一个交叉商 损失计算 那这个结果是多少 是不是0啊 它们没有差异吧 是不是0 那也就是说 你的差异越来越大 是不是你的损失越来越大 能理解了吧 这个地方能知道 它衡量损失 怎么衡量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对吧 这是对一个样本 那所有的样本 都有损失 我是不是就可以 成为我平均的 这样的损失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知道了 我们不是用 这样一个信息商 我们用交叉商 去衡量 两者的直的差异大小 是不是可以通过 这样一个商的角度 去解释 这个解释角度非常好 我就可以知道 你这个信息商 那所以我们目的是干什么 是不是去减少这样一个 交叉商损失的大小 如果它越来越小 说明这个东西越来越准确 这个预测结果越来越靠近它了 最终结果不可能说 我正好预测是011 有可能是0.1的话 然后这里是0.8 然后其他都是0.2 是不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越来越小 这个损失 能理解了吗 所以我们的神经网络的策略是什么 交叉商损失 如果这个地方你不理解 你回去要看一下 这个什么信息商等等 这些东西 怎么去计算的 对吧 刚才我们已经计算了 0乘以log0 0乘以log0 1乘以log0.02 0乘以log0.23 0乘以log0.41 最后结果是不是就是 1乘以log0.02了 那如果说达到一个最极端的情况 就预测百分之百准确 是不是1乘以log1 1乘以log1 log1它是一个特殊的东西 它log1始终为0 所以最终结果为0 如果你预测百分之百准确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损失为0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减少损失了 目的是不就提高 这个地方的概率 那所以我们前面 这一部分做什么东西 是目的是什么 是目的为了提高 这个一类别 对应的这个地方的概率 是不是就是不断的去 换这个什么权重 不断的凑过减少损失 凑过减少损失 然后把权重换了 最终把这个地方的概率 提高成非常高 然后让这个地方的概率 我现在选择的时候 我选择哎 这个地方概率大 是不是我把它判定成一类别 是不是就准确了 这就是交叉上损失 能理解吧 好 那么所以现在对于我们算法来讲 已经有神经网络 已经有交叉上损失了 对吧 衡量某个这样的一个结果怎么样 大 那你的优化是什么呢 其实它的优化 叫反向传播算法 那对于这个名词呢 其实你不用过度纠结 其实它就是提度下降 只不过在神经网络呢 里面呢 我把它称之为反向传播算法 其实它就是一个提度下降 就是提度下降啊 不是类似 就是提度下降 那它为什么把它划分成什么 把它称之为反向传播算法呢 就是因为神经网络啊 它有一个传播的概念 比如说 刚才我们设计 是不是最简单的这种结构啊 就一个全链接的 如果中间 你是不是可以增加很多层 是不是增加很多层 那你是不是增加 经过一个输入 经过很多层 然后经过输出 得出来之后 我进行交叉上损失计算 交叉上损失计算 哎 计算好之后 是不是反过来 我要通过损失梯度下降 去求这里面的 每一个部分的权重去更新吗 权重是不是要更新呢 所以我们前面 幸运回归做这些案例 是不是都是在更新 一步一步的更新权重 那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更新权重 只不过这里的更新权重 它有一个传播的 这样一个概念 相当于是 从后往前 哎 不断的往前 更新这些权重啊 所以他把这个 踢出下降呢 称之为反向传播了 是不是有一个 反向传播过程 当然在 我们神经网络里面 有两种的概念 有一个是正向传播 正向传播 这两个只是一个概念啊 你了解一下就行了 一个是反向传播 正向传播干嘛 是不是就你的特征 输入进去 一步计算计算计算 从一层一层一层的计算 然后得出输出吧 就相当于是输入 经过一层一层的 一层层的计算 得出输出 是不是有一个正向 从前往后传播的一个 动态的一个概念吗 然后反向传播是什么 是不是就从后面 我计算的损失 然后再反过来更新这些传播吗 我们前面这些过程 是不是都是为了更新传播 所以我们的损失计算 就是为了更新传播 所以从损失计算开始 对吧 开始 我们要通过 梯度下降 梯度下降 更新 更新 传播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不是意味着 我就有一个 从后往前的过程 就称之为反向传播 好 那么这个就是呢 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算法 进行的这样的一个介绍 对吧 整个神经网络 如果要进行分类的时候 大多数基本上用到的就是 所有的神经网络 基本上必不可少的 就是脚上上损失 然后 这个是一个损失计算 是不是还需要一个工具 叫什么 Softmax 它能计数什么 计算出你属于每个类别的概率吧 好 我们先下个休息一下 我们先下个休息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